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了一个题目 叫做素食 素食吗 这让他们非常的震撼 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雪亮追着专家问 难道我们吃错素食 会导致素食吗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记得大约在十几年前 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曾经对一万多个公保病人追踪分析 结果发现 有素食超过十年以上的人 对肝癌的基法而比较高 五年后 媒体又报道了该机构的一项脑瘤研究 初步怀疑吃素会增加脑癌的罹患率 前段时间 在台湾某两个寺庙的四十名僧人进行体检 结果令人吃惊 近一半人患有脂肪肝 吃素的人不是很健康吗 遵循严格素食主义的僧人会有脂肪肝 当然 素食团体便立即提出质疑 而且也提供很多美国素食团体的数据来证明公卫所的研究调查是有问题 有待商榷的 后来 这位健康专家有机会受邀到全台各地机关团体演讲 也顺便去观察当地许多的素食餐厅 了解人们吃素的情形 果真发现了一些问题 经整理之后 总结出现有吃素食的十大错误 如果你吃错素 那么这个素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将不比昏的差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素食的十大错误 盼望诸位能就此注意 并改正过来 以至于能在饮食方面更上一层楼 一 油太多 现有吃素食的第一个错误是 油太多 很多店家在煮素食的时候 因为害怕客人吃过素菜之后 会很容易饿 所以 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多加几滴油 其实大家吃完素菜后会容易饿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素菜品质不好 而是因为素菜并不会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 所以消化非常的快 它并不需要像一般的肉类 进入体内后 至少需经过四至六个小时 才会通过胃 到达小肠吸收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地长 以至于你身体会处于长时间的劳累 也因此台湾大部分的年轻人或是中年的企业家脾胃都不好 消化系统也跟着一塌糊涂 为什么呢? 归咎起来 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们吃的食物都是很不容易消化的 第二 就是他们所吃的食物里面太少主食 也就是说 太少摄取糙米 小米 红米 地瓜等五股类的食物 为了要让顾客 不会那么容易感到饥饿 便用了很多含油脂的食物 或用油热炒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 因为当我们的素菜使用油脂来做料理时 高温之下一样会产生致癌物 所以才有学术机构的调查指出 吃素人口罹患心脏血管疾病的一样很多 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不管是植物油或动物油 它们都会导致人体内坏的胆固醇增加 集体内消化系统的负担 而且这时候你的血脂肪和胆固醇会增加 散酸甘油脂也会提高 所以说 现有吃素食第一个错误就是油太多 而且还经常使用油炒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素菜应该要用水煮 清蒸 或是汆烫 慢炖 才能把食物的营养保存住 一旦使用高温油炒之后 食物本身便会受到伤害 所吃下的营养也就不足了 二 蛋白质的摄取量太高 第二个 现有素食吃法院的错误是 蛋白质的摄取量太高 我们一直都认为要摄取多一点蛋白质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身体的指甲 头发 五脏六腑等各种器官都是需要靠蛋白质来修复 可是各位知道吗 一旦我们摄取的蛋白质超过身体所需的两倍以上时 它不但不会对身体有帮助 反而会造成伤害 且很容易导致细胞的癌化 譬如说 我的体重是60公斤 那么一天所需的蛋白质份量最多是乘以0.6 也就是36公克就够了 当然老人小孩及孕妇的需求量较高 可以乘上0.9左右 这里所说的蛋白质摄取太多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黄豆吃太多 各位要非常小心 现在台湾的素食餐厅里面 整个蛋白质的摄取就是太普遍太多了 三 塑料吃太多 第三个塑食的错误在哪里 在于塑料吃太多 我们可以发现到 塑食料理尤其是在塑食餐厅里面 都使用了大量的塑料 各位想想看 这些塑料要保存三个月 六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如果没有加入食物添加剂 不是食物本身的东西 如色素 安定剂等的话 怎么可能保存这么久的时间 怎么可以增加更多的口感 我们看到台湾的塑料 与全世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 数量是无可比拟的多 这证明了许多吃素食的朋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希望借由塑料的推广来帮助一般人少吃肉类 真的是用心良苦 可是我们也千万千万要记住 不要让吃下去的塑料 因为添加的人工肝胃剂 防腐剂 蓬松剂 反而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四 调味料吃太多 第四个是调味料 专家发现素食餐厅的口味还是太重 尤其是糖和盐 多糖不只是影响身体代谢 增加胰脏的负担重 而且更重要的是 血中的胆固醇会增加 血浓度也会增加 这个糖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有时候说它是人体杀手之一也不为过 而且素菜的咸味也太重 我们还是没有注意到食物的原味 其实素食餐厅应该尽可能来推广食物的原味 也就是在食物里面不要额外加盐 尽量做到少盐 如果一定要加的话 也是少量就好 甚至汤里面可以用昆布来熬汤 如果是非加重味道不渴的话 以目前环境污染的严重 我个人比较建议使用竹盐 但是一定要记住 加少量少量 五 熟食太多 第五个熟食太多 刚刚跟大家谈过 构成蛋白质的原料是氨基酸 而人体所需要的有念二种 其中八种必须氨基酸 使人体无法自行制造 必须靠外在食物供给 可是各位知道吗 这八种必须氨基酸当中 有两种只要一遇到高热 它马上就会被破坏掉 所以我们吃了那么多熟食 你认为蛋白质会够吗 是 它的蛋白质很多 可是里面的两种必须氨基酸 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 没有了这两种必须氨基酸 另外的六种也不能形成其他14种氨基酸被身体所利用 所以我们吃下去的许多蛋白质 反而会形成一种负担 因此建议大家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 尽可能把生食的比例提高到50% 六 叶菜类太多而根精类太少 有两个原因 建议大家在体质调整期尽可能减少叶菜类摄取 待体质健壮后 再食也不迟 第一 一般来说叶菜类的农药比根精类多 较不利于病体的重复 第二 叶菜类较寒 有使病体更加虚弱之顾虑 可是一般的素食餐厅里面 叶菜类所占比例多数是大果根精花果类 特别是病人 叶菜类食物还是尽量先少吃 或是干脆暂时别吃 或许很多朋友会说 我都买有机的椰 但是各位要记住 目前台湾有机食品的认证单位 多数只做重金属方面化验 还是不够全面 因为真正最重要的有关农地轮耕 修耕要求 周边环境控管 土壤品质 等等 目前在台的认证单位 恐怕无力涉及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有些有机农场说是有机 其实在刚开始栽种的时候 还是会撒农药 只有在最后即将采收之前 才不撒农药罢了 当然这个部分我想只有靠大家自己特别注意了 七 芽菜太多 在美国比较偏冷的地方或是中国大陆长江以北 以及台湾冬天的时候食用芽菜是很好 虽然在理论上对绝大多数的病人而言 芽菜类如木素芽和小麦草等是非常好的的食物 但是以健康专家在临床上的研究发现 芽菜类并不是适合每个人食用的 以北方的气候和环境来说 食用芽菜是可以的 台湾地处压热带气候 其实多数人的体质是不适合吃木许芽或小麦草汁的 其他像绿豆芽 黄豆芽 黑豆芽 和红豆芽 都是很好的食物 并不一定要木许芽或小麦草汁 专家强调 食物本身并没有醉 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吃他的人 所以如果目前我们的体质不适合吃 那么就切记不要吃 等到身体好时再吃 八 都喝纯净水 各位一定要记住 当我们喝的水是所谓的纯净水时 所喝进去的只有水 什么都没有了 纯净水并不适合一般人饮用 说实在的 吃饭 吃菜 睡觉等等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专家却发现到喝水 它是最容易改的 因为本来就要喝水 只要换个水喝罢了 所以专家常常告诉身边的朋友们 你想要获得健康吗 如果你各种习惯都不容易马上改变 那么你至少要先从改变饮用水的习惯做起 首先要喝正确的水 喝对的水比喝水还重要 其次就是每天要喝3000cc以上的水 只要抓住这两个原则 而且特别注意 早上一起床的那杯1260cc的好水 在喂洗脸 喂漱口前 竹口缓慢喝下去 如此经过一段时间 约一周之后 我敢保证 你不仅会身体健康 个性也会变得不缓不急 性情变得非常的温和 不会急躁 所以吃素的朋友 我建议要多吃点根莖花果类 不要再吃那么多的塑料 因为我们身体所能负荷的量是很有限 我们应该尽量让进入体内的食物 越简单越好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